给你 今天的这个债务纠纷呢 是我的委托人王先生 在20年的时候借给自己好兄弟7万块钱 当时这个钱到现在为止的话 是一直没有给的一个状态是吧 对 他一直不给我 我还要他不给 那就是借钱的时候 他用了什么理由呢 当时那我20年的时候 不是赚了点钱吗 然后他是我一个哥 然后他说的 就是他得那个白费了 他也没有工作 没保险 我就想着就是封控我也见不到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然后我就给他了 我给他之后 那他一封过去了 然后我看他没事 我就找他要钱 他就给我翻脸了 翻脸是为啥 你当时借钱的时候 借给他 没约定这个还款的日期吗 是这样的 然后那时候 我这笔钱也不愿 我看他救命的钱 我就给他了 没想到 我后来还知道 他是假的 他没生病 然后我找他要钱 他就说我只认钱不认人 我也没办法 你这交友不慎 就是说你这兄弟纯粹见钱也开了 没关系 咱们这边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 我跟你过来今天会会他 如果说他到时候没有这个还钱的态度的话 咱们这边呢根据证据的话 直接走这个诉讼就行好吧 行行行 今天他来了 你就收收收他 因为我突然打听了 他去打牌了 所以打完了 已经在回来路上了 刚好他的车会在这儿充电 然后咱在这儿等他就行 行 那咱就在这儿等他 我今天尽最大的努力 给咱们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好不好 好的老师 好 老师 这个就是他的车 马彪 你挺着马彪 你挺着马彪 你欠好钱啥时候还的 你有病吗 王家 你是不是想死啊你 你又不是撞死我这儿 我律师在这儿呢 律师 你还找人啊 想搞我是不是 你还我钱我就不搞你了 你欠好钱 今天必须不搞我 你走不了 有意思吗 王家 这点钱有点格局行不行 你 你有格局 你把钱给我啊 行行 我给你 给你啊 给你 钱了不是 正好 老子今天打扮 你要点钱 看好了啊 拿好啊 给你 你他妈的你 想干嘛你 我弄死你 想干嘛你 想干嘛你 你想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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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王家 你想动手是不是 来来来 来 动手来 今天我告诉你 你只要动手 我告诉你 我报警我弄死你 我就不认你赔死 来来 好害不是眼前亏 好不好 咱不成一时之会儿 我来跟他说 好不好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冷静点好不好 他律师是不是 你是他律师 看见没 他动手了啊 他动手了 要打人了犯法的 来来来 动手了 哎你也用不着奥奥奥的 别弄不耍小聪明 你刚才不是还拿钱在公共场合 砸着你的吗 你这个也出犯了侮辱罪的 知道吧 什么不知道 律师大人我不懂 不知道无罪我不懂 你用不着给人在我给你狂 我们这帮人的全程录音录像 咱事一件一件 给律明白了好不好 我今天也是过来找你协商这事的 我呢是善解律所的 我姓郭 我受网线委托过来找你协商 你二零年借人家七万块钱这事 你说吧 这钱你打的怎么给 钱什么钱 看见没 这不是钱吗 给没给 你借了人家七万块钱 拿两千块 你给打发谁呢 打发要饭呢 我问你能不能严肃的沟通这件事 你要是沟通不了是吧 我们现在就走 咱们到时候你等着收法院的传票 咱们上法庭上沟通好不好 行 你说我欠钱 你说我欠钱好 你是有卸条 还是有欠条 你俩不是有 你我我说你现在你欠我伤害你认不认 不是 你俩不是说有这个聊天记录转任记录的吗 咋的 马庚你忘了 就聊天记录上法院起诉我 那法官是干嘛的 法官就凭什么就认为这钱是我借的 我微信丢了 不是我微信的我手机丢了 微信被人家盗用了 他被骗了 好好好 我算是见识到了啊 来之前我也有心理准备呢 你给人弄这个事 你现在我跟你说 我给你普普法啊 咱们相关的这个证据材料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纸质的借据借条 咱们还有什么 只要能还原事实真相的凭证 他都可以得到法律上的一个认证 你转账有备注相当于借据的一个作用呢 王家当时转给你钱的时候注明了 借给马比奥七万元整 想起来没有 我依据这些就能确定你们的债有关系 我就能立案起诉你 还想耍赖呢 立案起诉 立案起诉 就这七万块钱 法院是你家开的 你说立案都立案了 不信 不信 你可以去试试啊 对不对 咱法律就是这么用的 你不还钱 我们就起诉你 听懂吗 行 你起诉我 起诉我有什么用 我没有钱啊 对不对 我名下没有钱 你说你起诉我 我没有钱 我也还不上 不瞎当故吗 有没有用 不是你说的算的 明白吗 你有没有钱 我们这边也是会查的 知不知道 首先我们这边 拿到受诉判决数之后呢 就可以对你身体强制执行了 法院就会查封你名下的 所有资产 你房子车里不是钱的 都是用你房子车里来抵债啊 对不对 律师大人哪 你搞笑的吧 啊 这车值多少钱 我房子值多少钱 这七万块钱啊 我讲这七万块钱 拿我房子车的 没 还没完啊 还没完 我可以说还没完啊 到时候如果说我们查到 你有能力还钱 但是拒不履行 法院身权判决 比如说啊 你这大额消费啊 外出履行啊 我们就可以申请 追究你的刑事责任啊 到时候呢 追加你啊 申请拘留你 这又能判你七年呢 懂不懂啊 你 你是 你是懂点法啊 你你你 我是不懂法 但我不傻吧 啊 张口七年 闭口七年 七万块钱 等于七年了 你又是 再说了啊 你吓唬谁呢 七万块钱 我吓唬你 我告诉你 耍忙 你就不要学习人家当老赖 你不信 你可以试试吧 你先手机拿出来 你搜搜 你刚拿钱 扔人家这行为啊 侮辱最相关的 你自己好好了解 查一查啊 如果说我们今天 给你追究到底了 你自己好好算算 你当然要再进去待几年 算明白了好不好 算明白了 跟我说话 那个 战老师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呢 没有必要闹那么大 是吧 找这个不就七万块钱吗 是不是我先按办法 给他 行不行 咱还钱归还钱 但是你刚才 侮辱我北同仁人格一事 这事怎么说的 呀 老弟老弟 这个这个这个 你你也别再给啥 这个这个 刚才是哥这个 这个情绪有点太激动了 哎呀 谁会想到你真找个律师 你过来 咱们兄弟这这这情分 对不对 所以说我刚才有点激动 你把钱还给我 你今天先说这个 还钱的事吧 你今天必须要一次性 还你那这七万块钱 还有相关的利息啊 利息 这钱就钱 当时可没说利息啊 我跟你说啊 你俩这个现款 属于这个民间借贷纠纷 这笔款也三年了 然后呢 按照这个相关的 LPR的一个四倍的标准 也就是利率的啊 14.7 你需要支付他 一万块钱的利息 所以说你今天总共 要还给他八万块钱 明白吧 真搞笑啊 你们是不是看着我 这个现在要还钱了 开始做地起价了啊 我当时借是借了七万啊 这这我不讨厌借七万 但是我只还钱 行 你如果接受不了的话呢 咱没必要多说 到时候我们根据这个法律的走诉诉程序来 到时候法官这边把这个事判下来 你不仅需要支付他七万块钱本金 还有不支不低于一万块钱的利息 包括啊 还有这个我们诉讼期间产生的所有法律费用 也由你来支付好不好 你接受不了呢 我们现在就走咱们也不多说好不好 走走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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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微信我再转你三万 你微信给他 啊 微信再转你一次啊 人家拿你当朋友的 你拿人家当酒菜来空的 你这这只会儿都好了 我让你扫微信的门 转过了 微信不是有你微信吗 再转你十万就行了吗 那那那那 我看你查一下 是不是 行行 我看着 你收到是吧 我跟你说 今天这事啊 我拿好了 转过来是吧 我拿 OK 那我 两边都有吧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微信 把他倒转过来 行是吧 我跟你说 今天这事换个人啊 不给你关进去 那都不解气的 你不应该给刚才这个行为 也要道个歉吧 是是是 那个 我玩家老弟啊 这个这个 今天这个事确实是 我不对啊 刚才有点激动 你也别往心里去 刚才你堵着吃 多吓人的 我能不激动吗 对不对 我自作自受 我饭件 我剪 好不好 好 先往心里去啊 行 好 走吧啊 那咱们一起走 屏幕先生 粉丝朋友们 如果说啊 你遇到相关的问题 咱们在生活日常生活 往中啊 一定要记得 交友需谨慎 借钱的更需要谨慎 如果说你遇到类似的问题啊 一定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 捍卫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那是山景律所的郭老师 您身边的法律朋友 如果说你有相关问题的 欢迎你来与我自己